你们听说过微劈腿吗 这种微劈腿的模式非常的隐秘 因为你会发现 他和人家天也聊了 聊的这个尺度呢还特别的大 而且语言非常亲密 钱呢也转了 无论是日常花销 还是生日啊节日啊当礼物送 出手都挺大方的 面呢也见了 但是人家仅仅是通过网络 现实当中并没有碰面 所以就算你拿着转账记录 去问他他一句话 就是个网友 我们什么都没干啊 就把你能够堵在那里 你再说什么都说不通 而且你心里是很受伤害的 他对一个没见过面的女人 都比对你还要好 让你就更加的寒心 所以微劈腿带给人的伤害 真的比劈腿还要大 我总结了近一年来啊 就是2023年这一年 我们咨询过的微劈腿的案例 微劈腿会涉及 四个层面的行为表现 我按照严重程度 再跟你们详细讲一讲 第一层呢 他会跟别人分享 他的烦心事 喜怒哀乐 这些本来其实应该是跟你说的 但他都不跟你说了 而是和这个没有见过面的人说 第二层 两人一起做一些事情 真的是在网上一起做一些事情哦 比如一起看电影 一起吃同样的食物 一起听某首音乐 一起看一个流星雨 当然这些真的都不是在现实当中 面对面做 绝对就只能通过网络一起来完成 那第三层 两人分享的时候 约着玩的时候 会增加一些特别露骨的话 他们越聊越开心 越聊越晚越嗨 从日常琐事 到自己的追求信仰 还有喜好 我说的啊 有些时候还只是指性的喜好 他们都会说 他们会对对方说那些特别露骨的 就是你看都会脸红心跳的那种挑逗的话 两个人真的通过这些词 句 语趣 达到某些嗨点 那第四层 通过语音 电话 或者就是视频 真的开始演成做那些很羞羞的事情 可是不露脸 但是该露的部分去得露了 然后他们彼此从中 让自己感受到极致的嗨乐 真的 虽然微劈腿没有涉及到现实的生活层面 但是我在咨询的时候会发现 无论是当事人还是配偶 其实啊都是非常痛苦的 因为选择微劈腿的人 在道德感上 真的又会比真实劈腿的人要高很多 他一边会对自己进行道德上的谴责 一边呢又很享受这个过程 而他们的配偶呢 感受到的背叛和打击 却可能比真实的背叛更大 因为背叛感非常真实 但同时又觉得自己的魅力 竟然比不上 一个你从来没有见过的人 那种挫败感特别的强 从婚姻咨询和心理学的角度 我真的想告诉给你们 无论哪种形式的劈腿 只要你觉得你接受不了了 你受不了了 你觉得很痛苦了 很受伤了 觉得自己对他的信任被辜负了 那就要当作出轨来对待 不然拖下去对你们关系的伤害 就会很大 感谢观看